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台服最新的星圖咕嚕星的跑法 那我們是用幾星戰歌加上逆天音這兩個點券就可以拿到的寵物跟車子 那我們先跑一場跑法給大家演示 這個星太少了,這沒嗎? 抓地 SW 2 0 0 2 3 4 5 6 1 x 3 4 5 2,3,4,5,6,7 現在開一下 啊 失誤了 應該可以31的 不難 老英出發再好一點還是可以 接著呢 我們來講解一下這張地圖的一個跑法 首先呢 如果你是用極精戰閣的話 跟你講一下 侧稱起步的部分 可以注意到側身起步的時候有一個出小噴的重點是 你的側身從左滑到右的時候 左鍵的方向鍵要壓久一點 也就是第一個方向鍵要壓久一點 你可以注意一下我壓了多長的時間 大概壓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往右滑 然後你的兩個胎人會呈現一個比較密合的狀態的時候 你的車子就會出小噴 那你速度越低的時候 你第一個方向鍵壓的時間就會越短 然後第一個彎呢我們就用進階WCW 之後這裡卡一次快速出完 之後呢這裡這個小過去之後停字加快速出完 這個小朋友賣點按 接著這裡用一個小朋友雙噴CW 這裡卡氣卡兩次 然後這裡呢求生拜佛你的逆天音要觸發 不然的話呢 就你只能自己在這個緊密的空中卡氣了 然後接著這裡呢 如果你氣不夠的話可以卡一次氣之後 再接上氮氣落地盆 之後接上這個小噴形成CW 雖然沒辦法到最大速度 但還是會快一點 之後這裡開始都會是用 單段進階或是小飄雙噴的那個方式 會稍微再往內點一下方向鍵 像是單段進階但角度不用那麼大 點一下有沒有看到 我會同時點第二次的方向鍵跟煞車 因為角度要夠大你才有辦法通過這些彎道 然後這裡呢我建議用不開氮氣的暴力入彎 甩過去之後 點一次小噴跟方向鍵 之後點快速出彎斷胎 這裡呢一樣是用 單段進階或是雙段都可以 角度要求會大一點 因為用小飄雙噴的話 你直接開氮氣或是小噴角度是不夠的 之後這裡點一下小飄 然後這裡你要甩尾斷位或是直接斷位拉回來都可以 然後接著呢 踩到這個星星的時候 往左走 去蹭這個加速帶的板子 這個加速帶的板子是會有加速效果的 之後就一連串的氮氣連續 然後這裡呢我個人建議落地噴保留 落地噴保留之後直接甩過去 利用氮氣滑到落地噴 走按快速出彎 走再點小噴形成CW 如果你前面失誤的話 這裡可以用一個甩尾延續 或是 這裡也可以用甩尾延續 把氣推長一點 但是這裡這一段的話 邊平跑的話你就會被超過 但是你這個地方氣就會滿一顆 你可以在終點前再卡一次氣 你可以多別人一顆的氮氣 因為像這樣的話我就不建議在這裡卡氣 因為你很容易卡氣導致這裡只剩下CW噴 那我剛剛說的那個跑法呢 這裡就會有兩顆 那第二圈呢CW到我這邊之後 由於氣不夠長的關係 這裡會是一個小飄雙噴延續 那角度抓好之後這裡一樣 CW 那如果你第二圈這裡有存氣的話 你這裡就不用卡氣了 你就會省事很多 你也不用擔心老鷹不用觸發 大概是這樣 那後段的話呢 基本上會跟第一圈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OPBug 就是我彈器是沒有斷掉的 然後這裡一樣是可以斷位 或是甩尾斷位都可以 那一樣這裡 保留一個洛迪噴 洛迪噴接氮氣 氮氣接洛迪噴是CW 之後這裡卡一顆 再雙殺放掉 然後這裡再雙殺放掉CW 直接充線 然後我們再來演示一下 有加快速出彈的跑法 在台服還沒改掉之前都能這樣跑 1 2 3 4 1 2 3 4 不停 贓 note 好 蛤? 最後一個彎氣沒滿 不然可以再極限快出一次 然後接著呢 要來講解的是 有加快速出彎的跑法 因為這個圖其實有加快速出彎 快非常非常的多也會比較穩 就是在小飄雙噴中間穿一個快速出彎 那我這個是梁子做的 是透過了 飄移滑氮氣滑小噴再滑飄移的一個操作 簡單來說就是從飄移鍵開始 畫一個圓圈 然後你車子就飛出去了 然後一樣這邊是 求成拜佛老鷹要出發 然後這裡停滯 這裡開始都會選擇暴力入彎的方式過 點下方向鍵點快速出彎 然後這裡一樣 然後甩過去 氮氣滑小噴 走點快速出彎 然後這裡一樣 前面這個地方一樣是 兩次小噴利用暴力入彎延續 然後這裡可以改成雙殺彈射也可以 改成 跟剛剛一樣暴力入彎也可以 基本上是差不多快的 然後這個甩的斷痕沒斷到 所以車頭有點扭掉 然後一樣做一個氮氣延續 然後因為我們加極限快速出彎的關係 我們最後一個落地噴直接點掉 把氣推到最遠 然後接著用小飄雙噴加上極限快速出彎 滑一圈之後直接快速出彎 也是俗稱的中 然後這裡你直接轉過來 由於我氣推的比較長的關係呢 這一個呢是 氣推的比較遠一點 然後剛好留著老鷹 所以這邊飄過去 讓他滿氣的話我中點前就可以 再卡氣 直接多一顆氮氣 也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流一顆氣的跑法 然後一樣加快速出彎 小飄雙噴加快速出彎 然後再一個延續 那這邊的話就不用卡氣了 因為老鷹有觸發一次了 然後一樣 這裡用一個暴力入彎 再加一個氮氣的暴力入彎 然後再一個沒有氮氣的暴力入彎延續 然後雙殺彈射 點一下小飄 這裡小飄是比較快的 因為你不用再點快速出彎兩次飄移 你可以直接轉過去 然後一樣我們把所有的空分落地分點完了 就小飄雙噴加上極限快速出彎 然後這裡再開氮氣 然後雙殺 火氣沒滿有點可惜 不然的話終點前還可以再來一次極限快速出彎 不過沒有慢多少 這個就是這張地圖的跑法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進階中間穿插快速出彎的一個跑法 簡稱中極限快速出彎 如果手速沒有那麼快的同學呢 你可以考慮用第一個跑法就好了 因為其實 實戰上差距不會特別特別大的 而且之後呢 這個技巧會被改掉 陸服已經沒有這個技巧了 接著呢 我們來帶大家去找一下這張地圖的密道 然後呢 這個地圖呢 可以直接從這邊飛到 這個上面 上來之後 然後 其實它後面有一個飛船 我忘記是哪個菜逼 把這個飛船 開到墜毀在這裡的 連飛船都不會開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 感覺它也不像是墜毀的 它停的也挺好的 墜毀的話應該會整台爛狗狗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的這個 太空的面板都沒破 所以我自己保守估計它應該是停在這裡的 可能來找一些什麼 秘密通道的東西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裡呢 可以上來之後 這裡是可以CW可以飛到對面去的 然後呢 你來玩密道的同時呢 如果你在實戰玩的話 你就可以在上面 等待如果有人飛過來的時候呢 你就這邊直接開氣 有沒有 直接給它插下去 那個人直接傻眼 不要說是我教的 第二個彩蛋呢 是在 在第二個交叉口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 平台上來之後呢 把這個東西給撞掉 碎掉之後呢 就會出現一個傳送門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去 就會發現呢 有一個 可愛的東西在天上飛 然後我們就被制裁了 我們怎麼被傳出來了 再一次 然後就會發現這個傢伙 很可愛 說欸你發現我了 呵呵 我們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縫縫 有沒有 這裡可以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到這個平台了 到這個平台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小傢伙 其實他不是只有在那邊飛而已 他是在看著遠方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我們從他視角看過去之後呢 站上來之後就會出現了一個星星 之後我們就可以穿過去 穿過來之後呢 就會看到一個大大的傢伙 說哈哈你找到我了 有沒有 他很開心跟你打招呼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就直接從他下面給他 噢噢沒有 不是撞過去 這個是撞不上去的好不好 好接著呢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出來了 然後恭喜呢你這場就要失敗了 這個就是呢 這張地圖的一個小密道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 自己來這張地圖體驗一下玩一下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張地圖的 在那個中 不是 極限快速出彎 這次小被改掉之前的時候 我自己很喜歡玩 但是被改掉之後跑起來有點不流暢 所以我後來就 不怎麼玩這張地圖 然後 這張地圖呢現在被陸服 放到懷舊 懷舊地圖去了 所以平常 你看我陸服的影片 基本上已經 已經沒有這樣地圖 以前的話很常看到 我覺得挺可惜的 就是 如果有機會可以看到這樣地圖再出現的話 嘖 其實我自己是蠻開心的 就是在台服的時候 剛好有機會可以再看到這樣地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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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